我一直看到你一个人 就是你从这里到这里到那边 就是 就是一直有看到 但是我知道 所以说他之所以 现在的情绪负担比较大 一个男生都 都这样 我觉得也是因为他 开始又很简单 很直接 也很在乎别人感受 然后很细心 很细心 很善良 你自恋 好好好 你自恋 对 好浪漫呀这个地方 浪漫的地方发生了 神奇的事情 就是我的戒指丢 从来没有找回来过 我在那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然后刚刚竟然 刚刚找到我整个人 我整个人都懵了 好好保存着 应该会给你带来好运 好奇怪 今晚 这个大伙的都好情绪啊 子佳又哭了 子佳又哭了 子佳 是 现在这几番怎么了 这个风景有毒啊 哎呀 要不想去 或者把它薅过来 比方他自己一个人在里面 这些东西就自己消化一下就好了 是自己情绪的问题 我很佩服你 这是什么呀 你俩 因为我是一个很软弱的神 因为我是一个很软弱的神 有的时候会内心 内心会有些不太自信 我也不玩 就是 但是不想让自己后悔 你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 不不不 长了 长 长 长 可见了 可见了 我是这么发自内心的这么觉得 就很多时候我会 就是在别人的肯定下 就是变得 变得就是 就会对自己多有一些肯定 但是实际上 我对结局没把握 或是我对这件事情没把握 然后我就不敢 爸 我跟您说真的 你不要不要软弱 你把你自己想做的事 就是在不不给别人造成困扰的前提下 把他把自己想做想说的都做出来 不要让自己后悔就好了 挑战悲哀 你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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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方里还有很多美好 我觉得我还年轻 无论怎样 我觉得我最后都是收获了 真的 但是我很想发泄一下 就是大哭一场 然后我在那就发泄了一下 哭了 就 啊 你看到了 我一直看到你一个人 就是你从这里到这里到那边 就是 就是一直又看到 但是我知道 所以说他之所以 现在就情绪负担比较大 一个男生都 都这样 我觉得也是因为他 但是又很简单 很直接 也很在乎别人感受 然后很 很细心 很细心 很善良 你自恋 你自恋 对 我一开始我会觉得 我不在乎结局 但是人 人 哪有说那么容易 偶尔你会想到这件事 你还是会难过 对 就 不可能不难过 就 我也控制不了 不然我今天真的 我真的不敢出现在 出现在大家面前 因为我觉得我的负面情绪 会影响到大家 我就不想 我想一个人去把它消化掉 不过在这个环境下 大家的情绪都被放大了 没有啊 你看 这两个人啊 这边还在武装剧啊 那边那俩都那样了 俩人 好热 好热 下光了 下光了 你好亮啊 彼此啊 大家都挺亮的 月亮又出来了 算好好看 好想替牛百姓 鸡肉好吃 煮到牛百姓 配上那个鸡蛋包 再涮上一锅 炒酸面 我要疯了 我感觉刚刚那场面 很美好 你很难见到现实生活中 有这么美好的场面 不常见 就感觉她们两个都是好女孩 我心疼承子 说实话 就我觉得在 自己喜欢一个男生的情况下 我还能对 另外一个女生说出这番话 我心里得有多疼啊 这虽然我没有表达出来我的伤感 但是我心里也太疼了 她就是一个很恐龙的女孩 承子在说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她这个时候 就是心里难道一点埋怨马董都没有吗 她还在维护她 还在替她说话 我觉得其实两个女生一直也需要一个彼此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几个那个瞬间我是看上去会觉得很美好 因为我突然想到了第二集 有一个瞬间 赵齐军 军军跟威廉 他们两个人的一句话 那句话就是让我跟凯哥两个人就一下就崩了 就是两个男人同时喜欢一个女人 他们的方式就是到最后了 只说一句谢谢你 都是在这里看到的很真挚的画面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感触